第四大准则 长期投资 为什么要长期投资呢 因为短期投资会占用我们大量的时间精力 我们做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实现财务自由 就是既要赚到钱又要解放我们的时间 短期投资即使能让我们赚到钱 也不能解放我们的时间 短期投资者获得的收入是另一种形式的劳动收入 和我们的工资收入没有本质的区别 我们不能让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点 长期投资才是实现财务自由的唯一选择 股神巴菲特是长期投资者 他持有一只股票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 这样一年看一次股票就可以了 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享受生活 从巴菲特娶了两个老婆 我们就知道他的时间和精力有多么充沛了 另外长期投资比短期投资的税费 要低很多 这样就能够大幅降低交易成本 比如中国目前关于股息的个人所得税政策是 持股超过一年的免征 持股一个月至一年的税负为百分之十 持股一个月以内的税负为百分之二十 我们可以看到股票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的税收成本差别很大 另外中国目前的房产交易税收政策是 房子持有超过两年卖出的免征5.5%的增值税及附加 持有超过五年的手套房还可以免征个人所得税 我们可以看到房产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的税收成本差别也很大 其实外国主要国家的情况和中国也差不多 下面我们来看第五条 实现财务自由的五项禁令 不违法 不投机 不预测趋势 不单打独斗 不执着于投资工具 第一项禁令 不违法 不违法的意思就是不违反法律和法规 因违法而积累起来的财富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而且潜在成本巨大 它的成本可能就是自由 这和财务自由的宗旨是相违背的 在当今时代不违法也能实现财务自由 从事违法的活动或者能在短期内获得超额收益 但是长期看来成本巨大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黄光玉国美电器创始人 中国家电零售连锁模式创始人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08年 四度问鼎 大陆首富 2008年11月被拘 2010年一审判决 黄光玉犯非法经营罪 判处有期徒刑8年 并处没收个人部分财产人民币2亿元 犯内幕交易罪 判处有期徒刑9年 并处罚人民币6亿元 犯单位行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2年 恕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6亿元 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亿元 黄光玉的遭遇很是让人惋惜 黄光玉靠商业模式创新 功成名就成为了超级富豪 国美的商业模式也是最经典的商业模式之一 但是黄光玉却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 在A股市场进行非法资本运作 从而深陷淋雨 设想一下 假如黄光玉一直坚守不违法的底线 他到今天也会位于富豪榜的前五名 同学们要时刻铭记 不违法是财务自由的基石 第二项禁令 不投机 先给投机下一个定义 投机的意思呢 就是投入资金 博取随机性收益的行为 投机是没有制定投资标准的赌博行为 投机获得的收益是随机性的 不确定性的 所以投机行为长期必然导致亏损 投机者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赌徒 投资者和投机者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某只可转债 现价是90元 票面价格100元 票面利率2% 两年后到期 现在90元买入 未来的最低收益是可以准确计算出来的 未来的最低收益为 100减90加上100乘以0.02乘以2等于14元 忽略税费 未来两年的最低收益率为 14除以90乘以100等于15.5% 如果两年内可转债上涨 可以选择提前卖掉 收益率可能会更高 这种有计划的获得确定性的收益行为 叫做投资 另外有之可转债 现在市场价是110元 票面价格是100元 票面利率2% 两年后到期 未来半年有可能涨到130 也有可能下跌到100 如果此时在110元的价格买进 未来半年可能获得18%的收益 也有可能会获得10%的亏损 这种收益具有随机性的行为 就叫做投机 也叫赌博 长期进行这样的投机行为 结果一定是亏损 这种注定要亏的行为 只有傻子才会干 所以同学们要记住 要实现财务自由 就必须禁止投机行为